结盘棋江杰是破足底炮 203年的下架联赛 红方是徐云川 黑方是张强 开局呢 黑方进足挑衅 红方选择的是飞边向 利用对方 这儿对方下足 那么红方拐脚马 这就是一个瞎儿狗的布局啊 那黑方就往下冲 眼看吃炮 那炮拔尽二 这个棋呢 对方再平的话就可以打僵 实战对方快速上马 先守住 不让你打 然后再捉霜 红方就先补试 黑方的话 这里选择招法是一个补试 这儿的话 红方就平跑过来 那么黑方就马四进三 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上马应该来说呢 并不好 那关键时候呢 这个棋要走一步啊 马四接二 这步棋比较稳 因为呢 这个马位将来挑的河口 位置比较好 红方自然是要上马 因为你出局没有用 那你一上 他也打 如果你上马 出去抓你 如果你颠炮的话 那将来就会走一个 炮霸拼漆 这一招棋的意思就在于 将来始终可以打一个兵 打象 打马 所以你点局是不成立的 那到这以后呢 红方能做的就是上马 赶快把黑方这个马换掉 因为黑方这马太过厉害 那换完之后呢 这个棋啊 冲掉 随时富有大中族 作为黑方来讲 赶快出局 强调到 红方也是要出局 黑方到这里不能再纠缠 给对方吃一个 然后赶快把局换掉 这个棋往下发展的话 应该来说 黑方可以抗衡 那么实战的话 这个棋 黑方他选择一个马四接三 就是控制 不希望红方挑马 这个棋看似呢 强硬啊 实则呢 给了红方 并无尽异 上中马机会 这就是一个条形啊 他自己的马 位置也不是很好 本来这个马四接二 可以上马河口 现在人家炮在河口 你马上不去啊 显得尴尬 虽然说出局一抓 那红方就上马 随时把这个局给你换掉 那你左边局处才慢 这样就形成弱点 所以呢 这时候对方再去平炮 那红方啊 这时候就出局 当然也可以换 但是不换的话 他会保留更多变化 比如说进局吃马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马上不去啊 这儿对方选择打出来 就想把这个局困住 上马出局要再对 欺负红方 但是兵贵神速 你这边还没上马 更别说出局了 他先捉你马 对方就上 那红方简单换掉 虽然没有对局 但是把这个马换掉 应该说到这儿黑方也难以反击 红方的话 这个棋再踩掉对方的足 顺势对他的局夹于利用 对方这气啊 痛苦呀 他又不能吃 吃的话 上马打去 受不了 那么到这儿 对方一闪的话 这一踩霜啊 这就是责了 平常对方选择是退回 退回以后呢 守住底线啊 即便如此的话 红方也是吃 到这儿 一般人可能会选择用炮打出去 那这样的话就会被对方啊 抢先手 比如说踩你一脚 你再一走 他出局啊 就欺负你 有这种可能性啊 当然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杀过来 他这也就把你吃掉 吃完之后进局啊 长起来 将来还准备平局压马 所以这个气往下发展的话 应该来说 那么红方便宜到不大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 我们看啊 现在红方又拘取吃啊 就很有意思了 那如果你上马的话 他抓过来 先吃炮是先手啊 你出去没用 人家有根啊 所以呢 这对红方步步争先 黑方呢 选择足锡金 下不去踩 这儿红方就马三进五上 那现在这个气啊 这个气对方挡不住呀 兵武金一冲 马五进六啊 太厉害 对方先进局所 想走一个金炮去打马 骗招 红方常见四路 肯定是兵武金逃啊 本局呢 红方还不急 红方先挡去 吃着对方炮啊 你将来要打的话 你也打不了 所以对方要先想方设法 把这炮先逃开 对方呢 没有逃 他先踩力不拘啊 结果红方就平八 这儿黑方还是要逃 逃开之后呢 红方再兵武金 现出一方马步说 将来给自己的马找出路 对方呢 看似好像有一部啊 这个金炮 其实呢 是没有用处的 为什么呢 因为红方兵武金一很厉害啊 黑方你这个气 如果对局 等于是帮红方解套啊 将来这个马就上去了 那么你不对局的话 比如说你进足 这儿的话 你就来不及了 他这个局一将 你再对局的话 他这个马 对完之后上去啊 如虎添翼 你不对的话 这兵武金一冲 将来 符合上马 闪击手段 所以 又回到我们刚才 所说的局面 到这儿的话 对方也只能通过 对局了啊 对完之后呢 想胁迫一下 红方的马 但是此时呢 红方可以顺势一将 黑方如果落实啊 这儿踩掉你的炮 那么你 不但打马 没打到啊 再冲一将之后呢 连续手段 欺负着你啊 这儿一将 你还不能垫居啊 上马一将 要抽你居 所以对方痛苦啊 这儿你下去的话 平局就把马捉死了 所以你这里炮 打马不成 反而会丢马 这个棋就不敢这么下 这部棋确实很厉害 那么到这儿之后 我们发现啊 这个棋啊 对方啊 他进炮没用 平局 试图能用炮去打马 欺负红方 而红方兵武金 还是要选择去拱向 黑方到这儿打 仍然是来不及啊 这兵武金 连续手段往下冲 你要走的话 点将 这棋啊 在落实的话 这一将拘就没了 对方这些痛苦呀 对拘的话也是徒劳 因为打相一将 这个拘也是丢 所以到这里之后 对方顾不上 他只能先落相 结果红方呢 拘到底线 就盯着他 那么这儿的话 逼着对方去打 打完之后 去看底相 那红方下出了马武金三 先吃你一个炮 这儿你给你拘 你不敢吃呀 杀棋 太痛苦了 那临场选择退 退回之后 也是想守住对方上马 但是这个棋呢 人家就不管你啊 正常招法肯定是要上马 但是他这时候上去 会被吃掉 那红方选择 拘二平六 准备弃子 黑方到这儿的话 正常想吃 但是又不敢吃 因为初帅挺门栓 上一个象 拱一个象 上一个马 然后就拱中式 然后这里 拱就穿江杀棋 所以没有办法 情况下 对方也是无奈了 就先踩了再说吧 那么你一踩 他顾不上赤马 红方的这个棋 就退局 开始赤马 黑方一看 这马跑不了 飞驰不渴 看还看不住 到这儿吃掉 然后呢 这个棋往向眼 一卡就要迎棋 所以对方也是 赶快飞个象 防止卡向眼 但是呢 人家初老帅 铁门栓呀 你这天 用砍中向杀棋 但是你要退局的话 他就不砍象了 他现在这个棋 直接就平六就可以了 到这儿 露帅三把手 对方局还没出来 所以到这里的话 张强只好忍输 那么徐云川获胜